刚才还没问到腾讯,我突然想起,问你怎样看腾讯 股价因为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大股东的减持,阴霾一直困扰着 加上别人有些游戏的好消息,他一直都未有 怎样看股价会继续沉底还是怎样? 暂时会偏弱,当然过去也说的,我想又不是说会是大跌急跌那种 但真正是有大股东减持,有阴霾,继续浪罩 所以就算的价格陷进去,过去这两个星期还是这样看的 的确看到股价价是类似的,慢慢扯下来 所以这个情况仍然是这样发生,甚至乎这一刻更加影响的 是因为可能过去这一两天开始,Nexpert真的正在着手减持 因为Nexpert自己是做了一个很大厚的回购 其实他做这么大一回购他也要钱 那变成他那边做回购这边便会沽回腾讯 所以可能真的正在发生着也不奇怪 所以如果真的正在出现着 正如之前所说的 你要沽多少沽多久 这些也计算不到 所以对于只是这个阴霾 我想对腾讯也会继续困扰 而且始终他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在新的游戏 或者很厉害的游戏再出来 所以对于吸引性来说 真的欠缝一点 所以你看股价其实也看到 投资者也很聪明 不是说我 你看到整个走势都是被人弱的 刚才说的网易向上破 他是向下破的 还有军阵也是向下扯着 倾向上倒序排回 所以我想也是维持 暂时看着之前382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说沽货的因素 当然是继续出现的 其实我觉得今次的机会是大的 虽然过去几次都顶了320元 但是也很大的 因为再加上来到8月中就会出月职 其实腾讯过去曾经有几天 借着回购是顶了一顶股价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 在月职期之前 他这一刻一个月就不能做回购 所以是迫着可能是叫下来的 所以可能在短期来说一定是偏淡 我觉得就不会特别建议这些位置 大家选腾讯 但是如果大家都很执意选择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有情意结的 这个就预了要持有很长线的 因为一定是这样的了 因为一来我想要等着整个沽货的阴霾过了 二来我想重新等待的就是 他的盈利是回到一个比较好的增速 才对股价是更多的证明支持 所以看法对于他们来说 会比较暂时新经济局里面相对审慎的 其中一只龙头股